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日晚上,英超上演多场激战 其中车路士将做客挑战阿士东维拉 车路士近期状态神勇,斩获各项赛事四连胜 期间只有一个失球,表现可谓相当稳振 面对经济表现未如理想的阿士东维拉 车路士此行有望高揍凯歌 在积分榜上,阿士东维拉目前濒临降班区 前九轮,英超仅取得二胜三和四负的战绩 已经苦苦挣扎多时 虽然近四轮英超军能保持不败 但球队明显出现争胜力不足的问题 进攻方面,阿士东维拉至今英超只有七球进仗 期间,单场最多只是入了二球 攻击力排名英超倒数之列 上季的主要得分手奥利 区坚斯和丹尼 恩格斯也仅仅是各入一球 他们的状态不佳对球队影响十分大 再者,阿士东维拉经济难以在场上占据主动权 期间多达五场比赛成为先落后的一方 可见球队防守端的表现同样不稳定 这就需要谢拉特尽快协调攻防两端的比重 否则经济剩余的时间都需要为保足而战 另外需要知道的是 阿士东维拉近五次主场对阵车路士录得一胜四负的战绩 心理层面落于下风的同时 以目前的状态出战恐怕难有作为 毕竟车路士是以四连胜的姿态而来 此番阿士东维拉实在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后卫迪亚高 卡路士和中场宝巴卡 卡玛拉等人因伤无缘披甲 另一边乡 从米兰城凯旋之后 车路士迎来了各项赛事四连胜 可见球队最近状态相当火热 在少打一轮的情况下 车路士目前以五胜意和二负的成绩 基石六分暂时位列应超第四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 车路示众将士与朴达的合作变得默契 无论攻防两端均展示出过人的实力 事关最近三场比赛 他们都力保大门不失 兼且军场接近攻入三球 一改开季时攻不锐手不稳的面貌 普达的执教理念 确实非常适合目前这支车路士 值得一提的是 美臣 曼智和干纳 加拉查近期逐渐找回信心 对球队而言非常重要 他们两人在场上不遗余力的破墙 再次将篮军的中场屏障能力提升一个级别 至于封线上的皮尔 奥巴美洋脚感渐入佳境同样关键 此次近三场各项赛事能够攻入二球 加上还有擅长盘带的拉签 史达宁牵引对手后防住毅力 相信金铺车路士能够带给阿士东维拉的后防线极大压力 有见及此 本轮车路士有力取胜 阵容方面 后卫列斯 战士何维斯利 科芬拿等人因伤缺阵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